这头猪哥好奇的看着魔法般 碰了下只是觉得有点麻木 笑了笑还吓出了狗叫 这头白净可爱的猪猪趴在传送凳子上 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突然一股强大的电流窜过 没有一丝丝防备 突然猪猪这辈子就迟了 好可怜的二师兄 也惨叫声都没有 迷迷糊糊的又去见了猪公 要确保猪肉质鲜美 屠宰方法是关键 这种三点麻电机机器 可以使猪猪瞬间进入昏迷状态 后面刺杀饭血过程 猪猪都是在华联美梦中进行 从而减少猪猪的应激反应 改善了猪肉品质量 确保肉质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 被验冰的猪猪在没有知觉和痛感的情况下 被撩毛冷却排酸切割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猪猪屠宰时的痛苦 猪猪本来是野兽 被人类驯化成了家畜 但是力量还是很强的 传统农村杀猪至少需要三到五个成年人 最好是身体素质良好的壮汉 才能压制得了猪的玩命抵抗 猪猪也知道自己要被杀了 会恐怖的使劲挣脱 自古以来 各地都有杀猪犯血导致的事故发生 还有不少人员受伤 极个别的还有被猪踢死的 现在为了效率和安全 一般都会先把猪猪垫晕 再让它在睡眠中升天 活的时候好好养 杀的时候果断杀 吃的时候不滥费 这就是对猪猪们最大的动动